要说国产汽车真的算是走上台面上的 长城哈佛6是不得不提的一款车 因为它的存在 让更多的小伙伴认识到了国产车的优势 当然后期也延伸到了海外 而随着国产车的不断深入 竞品的越来越多 即便哈佛H6仍旧保持着月销过万的成绩 但在终端排名上已经开始滞后 这就使得哈佛系列不得已做出调整 除了产品升级以外 最大的改变就是价格更低了 这款全新一代哈佛H6依旧带有更好的辨识度 车头的位置还是非常规整 近期中网已经更换成了六边形的设计 气场与颜值都达到了顶峰 而内部的隔山也换用了集中式的竖排造型 感觉没有现款车型那么犀利 但对于整个气场的延伸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再看大灯 标配了霸气外露的鹰眼状大灯 还搭载了圆形雾灯 与整部车的身形正相匹配 车长和轴距都有相应的缩水 但实际我们从侧面上看 并没有影响到气场 侧面的腰线换成了渐进式的布局 并且是从车头一直向车尾延伸 形成一种轿跑车的感觉 尾部造型更加高挑 配上有贯穿式的灯带 还是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排气位置也镶嵌后镀铬的装饰 内饰上 新哈佛H6总算是找到了流量密码 相比以往 档次感明显提升 中控台采用了目前运动型SUV 才会用的不对称式的中控台 倾斜式的液晶屏幕 360度全景影像系统 还搭载了底盘影像功能 科技元素瞬间拉满 当然了 在一些小细节上 新H6则做了减法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能有这样的调整 也是无可厚非的 动力系统依旧是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中最大马力150匹 最大扭矩218牛5 还匹配了7档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 官方指导价9.89万和10.89万人